主见老弟 把你们村的土地分给我一块呗 我眼影村都是石头 啊这个我要问下我弟弟的意见 还问个灯 就怎么定的 签协议吧 要不再商量一下 没的商量 懂不懂得尊老挨幼 既然这样 班哥来业务了 哪个不张艳的改分 我们牧业的土地 阿希拉玛你别出手 看老子命令他们全村 啊突然想起家里着火了 你们先聊 我走了 柱子兄弟 听说你们牧业都开始办学校了 真是个有钱仔 接我们村点票子画画 额丰饮兄弟 我们牧业也刚刚建村 没有什么钱 要不我给你们村种种树吧 帮帮忙嘛兄弟 不要那么小气 既然这样 阿帆又来业务了 谁他妈是你兄弟 中间的兄弟 只有我一个 百个放肆 老子把你们做杀的全羊了 突然想到今天还没有为一位宝宝吃饭 我先撤了 主见 你他妈村里忍者巡逻又侵犯我国界 咋地啊 想单挑是不是 消消气骂老哥 我给你磕个头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想的没 这一次必须无力解决 那也行 阿帆快来 哈西拉玛 这一次就是你的不对了 哦 是吗 那你说咋办 人家要打架 我们作为朋友怎么能拒绝 打仗什么都我最喜欢了 你们一起杀 快点给我带来乐趣吧 许坐头大佛 两人灭四国 一个座妈大了 我来了 哈西拉玛